就是他们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他身上受了妄为 妄为就是乱做事 当得应得到的报应 在保罗的时候 耶稣的时候 根本是没有这样的性病 但是今天是非常之多 当时他怎么知道将来会有性病 这个就是神启示保罗 所以他知道今天会有这麽多种类的性病 性病是神给一个警告 也是将人的荣耀拿走 你见到人的身体是很荣耀的 是很美丽的 当有性病的时候是极度丑恶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 我在那里走在 Kanaloy那里走着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走出来 她就 她说10元跟我交易 但是我一看一看 全身这一块 你没有一块的东西我都不会做 我试过一次有个 在台湾有个人跟我说 她说 你需要不需要去开房之类的 我说我不用了我记得一分 她说记得一分是怎样的 那我不管的我走出去 这一个人就 船身一达达 我想她都要看一看 她都知道 哪里有人会 还有没有搞错 还会跟她在一起呢 我看到真的很可怜 她是很惨很惨的 而很多人以为性病很远的 但性病最可怖就是 每一种差不多每一种性病 都会有很多人没有病绩 就是看不到的 甚至她自己不知道 就是她自己不知道 她里面带了菌的 其实很危险 总之凡是有同亲 因为有过性关系的人 或者在血液上有接触过其他人的 就是血液接触人 血液就是传染很多种病的人 他里面都可能有性病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交涂戀爱我应该是很小心的 真的对方是一个处女 是一个处男 不是走出去四围搞的 如果那人你不能过 你都不要跟他拍拖 因为你跟他拍拖 你将来卫生 经过三年四年之后 原来他已经和人有过关系 跟着你和他有关系的时候 会将性病传染你 那一生人 如果是爱之病 你就永远都不能回身 当你想想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这个时代 也是神将这个荣耀 从那些人身上拿走 是一个警告 其实我刚刚看到的新闻 他说 美国有6500万人有性病 如果计算平均数字 美国有3千 不是3千 300 million 3千 300 million 就是3亿 那就是6500万 就是5个人中有一个 就是6千万 就是5个人中有一个有性病 那就是 而当你计算 因为有性病 通常不是宝宝 很少有宝宝 有性病 10岁以下的少 60多岁 70岁的也比较少 那么 将它浓缩中间的 我计算数 就是4个人一个 而你看到 这些性病 有一半 就是15至24岁 那就是你们学生年年 很多人说 学生很纯情的 他们很单纯的 你看到 口子很单纯 他们经常会 连群结队 去什么玩 然后他们没什么好玩 买一瓶酒在家里 真的有人买一瓶酒在家里 有时候有些人 甚至他回到教会 他后来没有回到 他家里就放在酒里 他不开心 他就喝酒 有一个男生 17-18岁 他喝酒 有一晚 喝很多 然后翌日他给家里 朋友发现他 家里人都不知道 回学校都不知道 到朋友的客人 就来找他 才饭他死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这些问题 是潜伏在很多人的里面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听一下 如果你去访问一下你的同学 你会发觉 就是如果你做个问卷 就是你说 我不将你的名字公布出来的 你都可以 有没有看上网色情的东西 你有没有喝酒 你有没有吸毒 你有没有 就是在性行为上 有没有去做 当你访问的时候 你会发觉 很多人都在这些罪恶里面 他说一半的性病 就在15-24岁 就是说在你年龄的人 那个数目 就是2.5人 就是5个人 有2个人 有性病 那你又没有什么可能 搞错 怎会可以 那些同学 有性病 都看不出 因为很多看不出 就是这样才恐怖 你看不出 但里面有的 而每年 4个年龄的人 有1个染上性病 即10多岁的那些 4个之中 这些数字不是我作出来的 你上网去搜 你就会看到这些字的 就是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 就是性病 就是简称的 STD 那你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些数字 性病有什么医的 有些有医 有些没有医 有些没有医 艾滋是没有医 HERPES 这个抛诊是没有医 有其他一些 他就有过这种病 他就会容易染有癌症 就是有些他会 医好到一个程度 但是他会容易有癌症 就是这些病 亦都容易令到你有艾滋病 就是他一抽一轮的 当你一有第一个性病的时候 你有危机 再有第二个 还有其他的疾病发生的 然后呢 六个美国人中 有一个人有抛诊 就是这个抛诊 就是一个很多人有 因为他持续不走 他就 当这个人一有压力 他就走出来 他就生了一些 就是他没有压力的时候 没有事的时候 他就去看医生 又被盖住了 他以为没有事 那你就以为他没有事 和他有关系 谁知道原来他有抛诊的 HERPES一传给你 他就成为了很大的问题 是终身跟着你的 他永远都不会离弃你的 你说 有些人说 我想找一个伴偶 他永远都不离弃你 就是抛诊 他永远都不离开你 他永远都会跟随你 他永远都会跟随你 他会对你忠心的 另外一种 中文译做椰菜花性病 因为他的样子 好像椰菜花 希望不要令到你们不喜欢 椰菜花 椰菜花很好吃 是神所做的 但他们每年六百万人 在美国 每年有六百万人 你想想 全香港那么多人 染上 你说比恐怖 我们一定要脱离情欲的污蔑 我们走神的路 才能离开这些一切 而在世界每日圣经说到 不法的事 争多 很多人的爱心 就渐渐冷淡 因为这些罪恶太多 四维网上都说到这些东西 很多这些游行 例如Catrina的风暴 你知不知道 Catrina这个名字 有人觉得这是神的作为 Catrina这个名字 意思是什么 就是洁净 而在当时 在New Orleans 是做什么 是将会有一个 性的大游行 当这个风暴来了 就没有了 取消了 这是神的洁净 因为神不喜欢 这样的性的游行 全世界都有 四维都有这样的性的游行 这个不是 就是整个游行 都是关于性的 很多周围都是 很想很想 找到不同的刺激 其中一件事 我也发觉是很严重的 就是我 起初不知道 那么严重 我就看到 发觉 一件事 我们大家 不是很觉得很多 但是 是发生很多 是什么 就是乱伦 乱伦 乱伦 对象的时候 是麻烦一点的 家里 是最方便的 原来有很多种形式 一个就是 爸爸和女儿 这个是很多的 妈妈和儿子 但是也很多就是 兄弟姐妹 因为很多时候 看到爸爸妈妈怎么做 又看到上网 看到怎么做 于是两子弟 两兄妹 就在家里做 就慢慢 有时就是 一样好像普通人 就是好像拍拖 又是少少接触 就慢慢进入 那可能你说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 就是 通常没有这种危险 但是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 但是你有一个 譬如你爸爸和妈妈 跟你有关系 也有很多单身一个子 也是有这种问题 乱伦的问题 只是少少露出来 香港周围的新闻 都常常露出 这些有年龄的情况 但是呢 很多是没有遍到出来 为什么呢 如果告了爸爸 爸爸没有工作 那爸爸 我们全家都有经济的问题 还有很多 就是因为他外面 得不到刺激 于是他在家里面 得到刺激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访问 你都可以不妨访问 不过相信很多人 他不会说真话 但是又给我们想到 多少人 他小时候 已经有了性关系 但是呢 后果是什么呢 他将他长大的时候 他就很随便跟他有性关系